孙权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创立者,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。 他在统一江东之后,积极扩张势力,试图实现自己的野心和战略目标。 其中,他对荆州的争夺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决策,并且不惜违背了与刘备的盟约。 为了评估这个决策是否正确,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进行综合分析。 首先,从孙权的角度考虑,他希望通过夺取荆州来增强吴国的地位和实力。 荆州位于长江中游,地理位置重要,是连接南方与中原的要充。 此前,荆州由刘备控制,但刘备并未能有效巩固自己的统治,在内部和外部面临种种问题。 因此,孙权可能认为夺取荆州是一个机遇,可以加强吴国在整个华南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,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。 其次,孙权可能也考虑到长远的战略利益。 当时,曹魏和刘备的关系并不稳定,存在着一些潜在的矛盾和分歧。 孙权可能意识到,如果曹魏和刘备之间发生冲突,他可以借机夺取荆州来加强自己的地位。 此外,控制荆州还能够给吴国提供更多资源和人口,增加自身的实力,为未来应对各种挑战做好准备。 然而,孙权违背了与刘备的盟约,这也引起了很多争议。 刘备和孙权之间原本有一个共同抗击曹操的盟约,双方约定相互支持对抗曹魏。 当刘备占领荆州后,孙权却选择背离盟约,以自己的利益为主。 这违反了信义和忠诚的原则,被许多人视为孙权的背叛行为。 从道义的角度来看,孙权的行为可以被视为是错的。 政治家和领导者应该尊重承诺和盟约,保持信义和忠诚。 背盟行为会破坏人们对于吴国的信任,对于孙权个人的声誉也会产生负面影响。 此外,这样的行为也会损害与其他势力建立盟约的可能性,使其在国际上变得孤立。 然而,从实际政治考量来看,孙权的决策可以被视为是正确的。 他通过夺取荆州,成功地增强了吴国的实力和地位,为未来与曹魏和刘备的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。 尽管他背离了与刘备的盟约,但这个盟约本身并没有确实保障吴国的利益,而且刘备自己对于荆州的统治也存在一些问题。 在这种情况下,孙权选择了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,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地位和政权。